现在是零乘零两点 在这里 在里面四五几个 这个 其实四五几个人 大概是十倍左右 八岁的孩子 冲箱 这种回想大概为了指示 看一下胸口的一个眼块 我们是在做成为医院的发热纹枕 发热纹枕 在那个小门里面 二三十个肩膀 它都是了二三十个 阳性的发烧病 我们只能在日中 在外面 解放这椅子 这个肩膀还是有好多医药来的 小小的感冒和发生 但是给我们上海人带来的疼痛 是我们难以承受的 这样就完了吗 你以为核酸报告出了以后 就可以看病了吗 那你就太不了解这个国家了 孩子就这样躺一夜 真的是 过了一晚上的第二天 4月22号 现在医院给我的解释是 我什么病都看不了 我逝去方舱 什么病都看不了 我就是和孩子 一晚上在外面吹风 然后现在已经到中午了 告诉我什么病都看不了 你的病超 最起码的病超 或者什么都做不了 现在书上是有种快 我不知道中国 上海现在是怎么了 我们的政策是怎么了 是怎么了 这个孩子现在有病都得不了 得不到治疗从酒店一直踢出来 一开始说到 同人医院有儿科 后来说是转线 转线这个儿童医院 现在跨区转不了 后来又说是转到这个 另外一个同人医院 结果现在还是什么都做不了 如果孩子现在真的有病死要怎么办 他有人怀疑 一直有人怀疑 一会儿医生就是不说话 当然我不能说怪这个医生 这几个国家的政策 医疗政策就是这样 但是 没办法 我们就是没有力量 你说这个话医生全部都走了 我们遇上我们这些病人怎么办 我们现在是一天一夜 我两天两夜是没有睡觉了 居然有些四天四天 都看不下病的拿去包套了 还有没有王法 你我们要皇法 你我们要皇法 是不是要有很久没有人生 和我们的秘义 一行防护政策 国家曾经做出过解释 我们之所以要坚决执行清零政策 是因为我们中国在乎人命 不能把小孩和老人放任不管 不能像美帝国主义一样 这话说的真是漂亮 又是怎样 大家都看到 一个人要转头多少次 还假装视而不见 一个人要长几双耳朵 才能听见民众的哭泣 还要牺牲多少生命 他才知道太多人已经逝去 万恶的美帝国主义啊 你们应该认认真真听听民众的哭泣 和呐喊 我们中国的清零政策 才刚刚开始而已